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大家回来澳门有线互动新闻台《人才讲坛》 我们的节目主持人余中谦 史莉,准备好吗? 准备好 出发了 去不了了 我们今天是拍汽车节目 其实我想开这高热火车很久了 哥尔夫球是一个很重装备的运动 我经常看到球手大包小包 拿着很多球棍 其实每一支球杆有什么作用 不如我们试试介绍一下 我知道试试的教练都在监场 看看试试有没有说错 好,介绍一下 如果我们准备开球 你应该用什么球杆? 首先有分木杆、结杆和推杆 拿出来给观众看一看 好 我也是第一次接触这么多杆 好,首先推杆是用来推进洞 就是在很近洞的时候 就是到洞前面就要推进洞 通常到很近也推不进洞 就会很心痛 对啊,对啊 接着就有木杆 主要用来开球的 你知道是木杆吗? 是 但不是木 刚才我们的视频师说是木材质 不是木造的 以前是木杆,但现在是现代科技 就变了一种很快的金属 很轻的 对啊 我每次拿起这个郭义夫的光队 我就是会这样 因为我们要去示范一下 刚才我试一下已经教了一些标准动作 铁杆 就是用木杆开球之后 第二棍就用铁杆打到 打上果嶺埋洞 对啊 对啊 就是埋洞之前的就是用这一枝 对 就是数字越小就打得越软 数字越小就打得越软 对啊 就是4号铁就打得比5号铁 其实不是跟球员有关的吗 跟铁杆有关的吗 譬如像我这样 就算用多少号铁杆都打不软 对于… 是职业的职业 对于职业 有没有哪支铁杆对你来说 特别有意是你最幸运的 我想知道哪支是一杆入洞的那支 那支铁杆 一杆入洞 4号铁杆 好厉害 这支是一杆入洞 我一会就用这支一杆入洞 给各位观众看一看 事不宜遲 不如我们开球 好 来吧 请你去剪刀一下 其实是一杆入洞 给他看一下 但开球的时候不是要用 对 很软啊 我现在要过去 好 好 好 试试可不可以和我们介绍一下 现在我们是准备要做些什么 以及我们现在是身处什么地方 好 首先我们在1号洞 这里就是T台 也可以是发球台 就是开球的 我看到你刚才给了一支T 是用来做什么 是用来T起的球 即是动气球 是这样 把球来 稍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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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容易打一点 低一点 低一点 对 就是这样 就是这样 那这里就是开球的 对 开球 这里就是第一棍 1号洞的第一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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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摄影师大哥 平时我见大家对我不错 我可以尽量不把球打到你那里 可不可以 要怎么做呢 刚才你教过的动作 可不可以再教一次呢 好 首先 拿着左手的手指 放在这里 放在中央 接着 你用右手的 尾指 放在中指和食指之间 这边拋住它 OK 好 这样 接着手是 放松 不用这样 放松 放松 好 接着就这样 对 对 好 不过我们等你示范一个完美的开球 好 好 但是这个棍面要放正 接着手放松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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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看那球飞得好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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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batross 你也試過一軍入洞 對,在三軍洞 三軍洞,一軍入洞 厲害 我們現在是否去下一個洞 但我的球跌了入水 我去到下一個洞應該怎樣 待會再開一次 要再開一次 等我再開一次 好 我拿球先 拿球先 對 我的球已經從遠處 一邊一邊就來到這個位置 大家看到黑白色的就是那個洞 我現在就準備把這個球打進那個洞 我應該不可以這麼快 一邊一邊就能過 好,大家又看看我示範 那個球還在 示範是剛才那個彩排 不錯 好吧 到你了 看到一百馬柱在那裡 就知道 這裡是差不多一百馬 連市藝老師都說我打高爾夫球的添法 因為我只需要用了兩桿的時間 我已經去到洞口了 我現在就準備過去推進去 我現在是低於標準桿 這個是四桿洞 我現在用了三桿 我用了兩桿 就已經來到這個洞口了 那 嘗嘗 你是不是過來指導一下 我怎樣推一推 好啊 大家不要小看 大家不要小看 在洞口 推進去很容易 很多人都是最後的時候出錯 太快的 不行 剛才你在旁邊 試一下用多少力 先不要炸球 好 推進去應該不難 對我來說很信心 我剛剛在外面 好 準備好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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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尾頭師 有一次 尾頭師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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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推回來 走得太遠 他們用到這麼遠,可不可以直接推嗎? 可以 在這個果嶺上就推 球在動的時候,不可以打 好,等一下,好住這個位置 好,各位有小觀眾,準備見證一下 給掌聲 好,老師 你覺得我打得如何? 打得太好 沒打過第一個洞就打 少了 原來高爾夫的心態不太難 我突然很愛上去這個運動 之後我約下打球 我幫你回美國 等你回來的時候,我們約下打球 這個場地對你來說應該充滿感情 有很多時間都在這個場地 在這裡打球打多少年呢? 我由9歲開始打球 所以大約7年 大約7年 在這個場上有沒有參加什麼比賽? 張連偉杯就是在這裡打 就是在這裡拿的冠冠 當日我記得我看新聞 你好像一開始不是打得很順 張連偉杯 可以介紹一下你當日發生了什麼事嗎? 首先我一開始就落後人 然後一開始又打得不太好 但是最後的9個洞 打得不錯 就反超了對手 剛才我們從第一個洞開始 不是,第一棍開始 來到這裡我們是可以開車過來的 到時候我還未說很辛苦 運動量很大 但是聽你說 如果是打比賽的時候 是不能開車的嗎? 對,打比賽多數人都是背棍 即是直接走過來嗎? 對,自己背棍 職業的比賽就有球童幫你背棍 但是大部份青少年和熱月的比賽 都是自己背棍 其實你會不會有什麼目標 會不會想成為一個職業運動員 或者想爭取什麼排名呢? 排名比較好 還有看看自己將來打成怎樣 或者有機會轉職業 我會不會有很多職業的高爾夫球球呢? 我會不會有很多 我會不會有很多 我們預祝你能夠在高爾夫球運動上 拿得好成績 我覺得你一定沒問題 因為你連我這個 沒什麼運動天快的學生 都能夠教得這麼好 能夠可以打到少了 我知道其實 大家後見高爾夫球不是很難的 門檻其實真的不高 高爾夫球運動 我覺得大家都有點誤會 以前我都覺得好像很難玩 又門檻又高 其實不是的 其實澳門現在很大力推動高爾夫球運動 其實就像我這樣 學了短短的半小時 我已經覺得 我有這個 醃餘的水準 嗯 哈哈 好 那我之後約你回來就答應 多謝今天接受訪問 那我預祝你 能夠在美國的一些賽事上 能夠獲得好成績 謝謝 謝謝你 好 下集同一時間 人才講談究竟會去哪一個位置呢? 希望不會再是 運動 運動系列 下集見 Bye